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1003天 先来看看战场情况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猛烈攻击库尔斯克和乌克兰战场上的乌军阵地 乌克兰战场上交战最为激烈的仍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方向 当天乌军击退俄军174次人肉冲锋 俄军在局部接触战上有微不足道的进展 库尔斯克战场上的战斗行动有所放缓 库拉霍夫前线 一支俄军突击队试图乘坐冲气船穿越河流 但是被看守河流的乌克兰46旅发现 后继其中流 已经上岸的俄罗斯人也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在库拉霍夫以南 拒亲乌克兰的Deep State报道 俄罗斯军队昨日占领了新伊林卡 这里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军事行动的重点 没想到突然丢了 克里米纳方向 俄罗斯人已经进一步深入特尔尼村 并控制了该定居点以东的地区 这里的战斗已经持续数周 异常激烈 俄罗斯人最终攻破了乌军的防线 拜登日前解禁反步兵地雷 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想要阻止俄罗斯的推进 还得加大对其人员的杀伤力度才行 拖列刺客前线 乌克兰第28特种部队 史克瓦尔特种营的士兵 成功实施了一次突击行动 重新夺回了被俄军占领的阵地 稳定了这一方向的局势 扎波罗俄方向 乌克兰给侦察兵在扎波罗热战区的后方 发现了俄罗斯士兵在训练场集结 迅速联系了乌克兰炮兵 用海马斯至少摧毁了一个排以上的入侵者 库尔斯克方向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第95旅与俄罗斯810旅 再次爆发激烈战斗 并消灭了俄810旅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 还在乌克兰特战部队的配合下 弄到了不少交换基金 俄罗斯810旅 估计很快就要再次整补了 有趣的是 其中一个64岁的俘虏 是从占领区移民到俄罗斯的 但是仅仅一年后 就被送进了第810旅 最终向乌克兰部队投降 又被送回了乌克兰 他在上前线之前 只接受了10天的训练 乌克兰空军表示 当地时间21日上午 俄罗斯从南部阿斯特拉罕地区 发射了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 一架米格31K喷气式飞机 发射了一枚KH-47N2匕首 空射高超音速导弹 一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从福尔加格勒地区 发射了7枚KH-101巡航导弹 其中6枚被乌军防空系统拦截 乌空军称 俄罗斯的袭击目标是 中部城市地涅波罗的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 根据最新数据 俄罗斯导弹袭击导致地涅波罗士三人受伤 但都不是那枚疑似洲际导弹造成的 乌空军并未说明 这枚俄军疑似洲际导弹 是什么型号 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暗示 这是一枚俄军改装的新型导弹 他愤怒控诉俄军 把乌克兰当成了武器试验场 此前有消息指 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向基辅发射 重达36吨 载弹量1.5吨 射程为6000公里 携带常规弹头的RS-26中程弹道导弹 但最后被证明是假消息 21日发射的 很可能是一枚改进的RS-26Rubus中程弹道导弹 消息指天空中出现了6道强烈闪光 猜测是俄罗斯洲际导弹携带了6个分弹头 不过很难相信6个分弹头落地居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如果是单弹头导弹没有击中目标 或者没有造成人员损失 反而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为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精准度都极差 击中目标的概率本来就极低 俄军陆基洲际导弹数量估计不超过300枚 主要是作为核武器的运载工具 常规弹头的陆基洲际导弹 估计不超过50枚 生产和维护费用均极其昂贵 每枚造价超过1亿美元 理论上讲 洲际导弹的核弹头和常规弹头 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洲际导弹其实就是威力大一点的炸弹 俄军21日发射的这枚常规导弹 就并没有给乌方带来多大损失 乌克兰本周使用美国和英国的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俄罗斯警告说 这将被视为重大升级 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不过至今 西方阵营没有监测到 俄军核设施有任何异动 俄罗斯国防部11月21日证实 其防空部队11月20日 击落两枚英国制造的 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也就是说 现在100%确定 美国和英国原物导弹 都已经用来打击 俄罗斯境内纵身军事目标 下一个出来表演的 应该是法国原物斯卡普 巡航导弹了 俄罗斯之前信誓旦旦的 威胁西方原物导弹 袭击俄罗斯本土 将进行和报复打击 结果只发射了一枚 常规弹头的疑似洲际导弹 来恐吓 最终并没有击中乌方 任何重要目标 这枚高速飞行的导弹落地后 似乎没有爆炸 而是钻入了不知道 哪个无人区域的地底下 这再次证明 没有足够实力 却喜欢挑适 而且还嘴硬 那就必须被人当场打脸和掌嘴 可以确定的是 俄罗斯之前画下的 最粗的一根红线 禁止西方原物导弹 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 否则就以核打击进行报复 已经被乌克兰和英美两国踩在了脚下 据最新消息 普京11月21日晚表示 俄军向乌克兰地涅波罗士 发射了一枚代号为 奥雷斯尼克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 回应乌军使用美国和英国远程导弹 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 他声称导弹的速度为史马赫 西方目前没有办法对抗这种武器 我必须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 高超音速导弹造价极其昂贵 但以史马赫高速飞行的导弹 如果不能在末端减速 形成的电磁屏蔽 将无法进行精确制导 根本无法击中目标 若末端减速 就能被防空系统拦截 这也是美国至今 没有将高超音速导弹 大规模部署的原因 泽连斯基总统 几乎立即对普京的最新声明 做出了反应 他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称 今天普京承认 今年为升级和扩大这场战争 迈出了第二步 使用了一种新的弹道导弹 普京袭击了我们的地孽波罗士 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城市之一 这是这场战争的规模 和残酷性的明显而严重的升级 俄罗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践踏 让我强调一下 这已经是俄罗斯今年迈向 战争升级的第二步 它首先是让朝鲜至少1.1万名军人 参与到对乌克兰的战争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 让皮埃尔11月21日 在华盛顿发表了一项声明 称美国将俄罗斯 对地孽波罗士的最新导弹袭击 评估为中程弹道导弹 并暗示美国事先掌握了 这次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 帮助乌克兰其盟友和伙伴做好了应对准备 他表示美国不考虑因此改变和政策 这间接证实俄罗斯的核设备和弹道导弹发射 一举一动在美国及其盟友的严密监控之下 俄军发射这枚导弹时 波兰方面公告 波兰和盟国空军紧急升空 防空部队进入最高警戒级别 他强调乌克兰人在过去两年中 经受住了来自俄罗斯的无数次导弹袭击 最近几天 我们向乌克兰和我们的亲密盟友 伙伴进行了简报 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他还回顾说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枚爱国者和M-ROM导弹 以加强其防空系统 其中许多已经交付并且正在向乌克兰运送额外的防空导弹 他重申美国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 据来自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分析 11月20日 乌克兰空军对库尔斯克地下指挥中心 发射12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 导致18名俄罗斯中高级军官和3名朝鲜军官死亡 此外 还有十几名俄朝军官和士兵在袭击中受伤 其中有一名朝高级将领 伤亡人员中可能有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 索洛丘克中将 由于俄军对这次袭击造成的损失高度保密 准确评估这次袭击导致的损失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支持 俄乌战争爆发第1003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050名 累计俄军72.83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一辆坦克 13辆装甲车 5门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一个防空设备 32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一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一架无人机 8枚导弹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德国联邦政府网站上 更新了新一批对乌军员清单 已向乌军移交了一批乌军急需的武器弹药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装甲车和特种车辆 自行榴弹炮 无人机 各种弹药等 请注意 德国通常是完成交付后才更新军员清单 这意味着 最新军员清单中的武器弹药 已经交付到乌军手中 这批清单包括 1.47辆防雷伏击车 之前已经提供了20辆 2.一部TRML4D空中监视雷达 此前提供了14部 3.四门带被剑的PCH-2000自行榴弹炮 此前提供了20门 4.20架带有被剑的Veter侦察无人机 2架Horl Attacker侦察无人机 100架侦察无人机 RQ-35 High Run 120架Sommer侦察无人机 首次移交了60架侦察无人机 Golden Eagle和2架V侦察无人机 VT-4 Rocket 5.两辆海犁装甲驾桥车 之前提供了25辆 6.三个带被剑的VSENTE扫雷系统 之前提供了54个 7.八辆宁猫战术空降突击车 20辆边防警卫车和6辆巡逻车 6辆M1070A重型半挂车 84万发155毫米炮弹 黄鼠狼步兵战车配套弹药 8000发40毫米弹药 7.4万发HL-338高精度步枪弹药 10万发小型武器弹药 5.5万条直血带和10万份医用服料 基本上德国军工企业生产出这些武器弹药 德国立即移交给乌军 德国政府网站大致每两周 更新一次军援清单 真的诚意满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1月20日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 泽连斯基感谢波兰人民 从全面战争的最初几天起 就与乌克兰团结一致 对乌克兰提供的大量支持 他特别对图斯克最近谴责 俄军对乌方的大规模袭击 以及就俄罗斯试图摆脱 国际孤立表达的原则立场 表示感谢 泽连斯基也感谢图斯克 倡导乌克兰加入北约 并努力确保波兰进一步向乌克兰 提供军援支持 双方讨论了继续加强防务合作的问题 波兰总理表示 波兰正准备将第45轮军事援助 转移到乌克兰 并且已经在为下一轮援助做准备 双方沟通了 波兰在2025年上半年 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如何推动乌克兰 加入欧盟的第一轮谈判 并推荐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等问题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在俄乌战争一千天之际 为表示对乌方的支持 11月19至20日专门赴基辅进行访问 他马不停蹄地前往 不查大屠杀遇难人员 纪念馆患念 向阵亡乌军纪念馆竞显花圈 会见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制造商 和操作他们的乌军战士 丹麦是原乌最给力的欧洲国家之一 弗雷德里克森与泽连斯基会晤后 举行的记者会上 重申丹麦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 永远站在乌克兰反抗侵略 捍卫自由的一边 他同时宣布增加拨款1.3邮元 以支持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生产 11月20日 泽连斯基会见了世界银行业务活动 常务副行长安娜·比耶尔德 讨论了乌克兰的金融稳定和支持计划 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媒体发文称 我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会面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财务可持续性 支持计划和来自俄罗斯资产的资金 俄罗斯的资金应该用于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本身 这是绝对合理的 战争的肇事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并承担责任 乌克兰政府11月20日宣布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批准了2025-2027年乌克兰临时战略计划 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预算为 21亿美元的购买粮食和援助计划 意大利副总理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安东尼奥 塔亚尼11月20日在罗马举行的 意大利乌克兰商业论坛全体会议上宣布 意大利政府决定投资两幽元 支持乌克兰重建被俄罗斯袭击摧毁的电力网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